先来说说宋朝的皇宫是不是比较小 北宋开封的宫城范围 围东西宽1050米 南北长1090米 不包括延福宫 面积为114万4500平方米 大约是故宫的1.5倍 由此得出一个结论 宋朝皇宫并不比清明皇宫小 可惜这个答案是错误的 可能不知道 北宋开封城只有三重 积外城 内城 宫城皇城 而清代的北京城是四重的 积外城 内城 皇城 宫城 故宫只是宫城的范围罢了 整个皇城的范围要比宫城大得多 东西长约2500米 南北约2790米 面积约6.9平方公里 是北宋皇城的好几倍 因此 相对于汉唐明清 宋代皇城的格局确实是比较小的 再来说说北宋皇城为什么会比较小 主要的原因是 宴良城是从唐代的周城发展起来的 宫城的前身只是杰图史的治所 自然不可跟长安 洛阳这样的孤独相比 宋朝的皇帝不想将皇城扩展得更加扩起 大气一些嘛 肯定想 但如果这么做 首先必须面临一个问题 拆迁 这是因为 汉良城跟宋代之前的城市有点不一样 以前的城市是全力规划出来的 显得工整而代板 汉良则是自发生长出来的 显得攒乱无章 而又生机勃勃 工程之外 都是秘密扎扎的民房 商铺 不论从哪个方向扩展工程 都是必要拆掉一大批民居 商店 宋代居主不是没有想过要扩建皇城 让自己住的更舒逃点 据宋会要举稿 游戏二年985年9月17日 楚王宫失火 让宋太宗下了决心预管工程 便下了诏书 提出了建设规划 让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精度支 集策绘图纸 不久图纸画了出来 太宗一看 要拆先太多民居 便说 内城扁爱 城河开展 拆动居人 真又不忍 下诏停止扩修工程的计划